我一想要分享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因應這個氣候變遷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採取這個 我們在社會上很多的討論 都是採取一些的供給面的 我們講經濟學員 也沒有講供給跟需求 大部分都看這個供給面 看技術有沒有進步的可能性 我們都沒有提起其他的 已有的技術但是替代的 他為什麼要替代的源 替代的資源 可能有些是比較貴的 可是他可能比較所謂的環境友善 那正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我們可能就是 以什麼樣子的策略 這個政策或者是這個 講說這個習慣兩者等等的 來改變 而不是從這個生產面來著手 那如果說所謂的需求面 他又可能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比如說人氣不要再這麼強 像我覺得這個會議就OK 所以有時候我都在會議裡面看到 大家在串持多久的情況下 就是說其實整個能力源 或是資源的使用 其實可以從總量的降低 其實就可以達到一些效果 那另外是說 改變消費型態 比如說 你怎麼spend your weekend 就是說你中後可以如果 我可以去大賣場 然後大肆的shopping 然後接下來就到shopping street去 一些很多的物質的消費 或者是說我可以到鄉間去 或者是任何看得到餐 看得到誰的地方 然後做得好好的心想風景 或跟喜歡的人一起聊天 整個下午不同的消費時態 所以我比較感興趣的是 所以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能否維持消費水準 就是說我不要太虧待自己的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不等科技的突破 然後但是我又不要太虧待自己 就是說我不是讓整個社會 陷入什麼遠古時期 這種完全也不用水 不用電 或者是已經有小哥們 可能幾個小時限電 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其中一個文獻上 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的呢 是Ostrom的Polycentricity 或Illinor Ostrom 他有時候稱這個是Polycentric Approach 那Illinor Ostrom他是2009年得到PG學獎 然後他2012年過世 那在這個期間他受World Bank 一些國際組織的邀請 把他的 如果對Illinor Ostrom的工作比較不熟悉 他是其實都我們講都比較偏的經濟學 他是community-based 或是the commons 就是說比較小的團體 然後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們figure out 他們的rules 把那個resources manage的很有趣 那其實你要看到這個 他怎麼會被要求來挑戰 這個global的commerce呢 其實從那個很local的case study 到global 是一個大的jump 那我怕說了他的文獻 到他過世之前的文獻 都還看不出什麼 我們把端倪如何把polycentric實際的落實到 那個climate change上 那我歡迎各位如果已經看到一些端倪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 那polycentric他的意義就在於說 polycentric他不一定是小單位 不一定是所謂的政府的有所謂的中央地方 他是有多元性的中心 多個不同大小規模的中心 視情況而定 就是其實有點回到他原先的 那個community-based 或者是the commons 他vandage的那個commons的那個principle 你需要看那個context 然後figure out一些principle 那他那時候一開始explore的時候 也希望你說看可不可以把他們過去幾十年來 所整理出來的一個 如何管理這種小規模的resources 這些這一套principle 看可不可以用在logo的context上 他但是我的路就斷在這邊 我就想說那怎麼辦呢 我可能不要等科技進步 然後來做到比較友善 或者是用比較少的資源 但是不要太虧待自己 2008年經濟衰退 讓有一些形態的經濟活動有機會竄起 分享情經濟或sharing economy 或是collaborative economy 在EU一些document後期 稱為collaborative economy 就是這個合作成的經濟 分享不是新的吧 分享是自古以來 我們就你會跟 有時候像我們一早說 就是衣服就有給那個僅僅妹妹 或者是有時候你的跟這個同儕之間 或者是跟親友之間 可能會有一些 或者甚至是不認識的人之間 會有一些這樣子明明清清的分享 但是分享型經濟 他是已經到了一個一定產業 大家比較熟悉的 大概就是gooper airbnb 我沒有不能做廣告嘛 然後像那個最近常常在路上 跑的粉紅色衣服的某個動物對不對 然後這些非常多啊 那比如說像gooper跟airbnb 他們也就是整個全球的市值 也就是就已經很高 是有到上市的狀況 那這樣子的思維背後呢 就是說我們同樣製造出一個東西來 然後但是我們share的使用 就比如說我們不用兩台機器嘛 那就是就一起使用一台機器 欸這樣問題不是解決了嗎 大家作為一些share的機會 比如說車子你不開的時候 那別人可以開 然後你車位不用的時候 別人可以用 那不是我們把那個algorithm 就是把那個algorithm figure out之後 就基本上工區工區 很好的把它match好之後 事情不是不能說解決 就是說大幅的降低了 這個資源的使用嘛 哎呀結果結果呢 情況就是有那種 斷面是成長開始的意願 這個是一個我們在2017年 在臺北做的一個調查 跟針對103個人做的面對面的訪談 我覺得很簡單 把他摘要在這裡 大家看到右邊的圖 裡頭有一些是受訪者 有一些是純粹的消費者 那有些是很少純粹的攻擊者 然後很多都是又是消費者 就是說他知道怎麼利用那個品牌 去拿去擦藥的東西 或者是提供他可以提供的 然後裡面也有沒有經驗的人 說我有經過AV之類的 但是我沒有使用過 然後裡頭我們又沒有 就是裡頭我也把它區分一些是 他是會跟親友分享 他字數他會跟親友分享一些其他事 但是他沒有使用過這些品牌 然後我最後會發現說 原先想說 這個是為了要達到環境的永續 而且分享人經歷他也很強調一點說 因為每個人我都可以丟出 我的可以提供的勞務或資源 他其實就可以建立人機的關係 就把那種所謂的疏離式社會的 這個狀況有些改善 結果後來就發現說 這個社會的提供裡面去交朋友 或者想要我也有關係的很少 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經濟、社會跟環境 很嚴重的情況下去 去積分 然後大部分還是經濟 你可以看到說大部分還是經濟保向 我就是來賺錢不是來賺錢的 OK 然後裡頭呢 因為回答那個跟住住行跟運出行 就是這個Airbnb 那個什麼 因為住住行就是Airbnb為主 運出行就是Uper為主 但是台灣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我們學校的話 就是有一些有那個app是 你可以從因為那個臭層 到那個山下有點距離 所以同學們發展出apps 那早上8點多的客戶 8點多你可以帶我下單嗎 這樣可以類似這樣子 聯繫的這個部分的分享 運輸型的分享 然後你會發現說 這個運輸型的分享 就是大部分是搭乘Uper 他就是為了省錢的規矩 那住住的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也是有考慮到一些環境的因素 好啦 有點夢想破滅的概念 或者是夢想跟那個實境的狀況 有一點差異了 那就看一下那個國際上的研究 其實 其實我也想說 我東西用一用之貨呢 我可以在平台上把他賣掉 然後這樣子我不想用的東西可以賣掉 那一方面當然就是這個資源可以再用 但另外一方面會不會有人想說 欸 這樣我接下來可以入測新的一款 那個舊的可以賣掉 我找到出租之後 那舊的可以賣掉啊 然後新的我可以繼續再刺激這個新的消費 所以船長雲經濟一個很大的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就是他的傳彈效果 Rebound Effect 很多的研究員會發現說 有看到這個Rebound Effect 比如其中一個是這個 這第一個我就不念了 就是說這個共成的這個效果裡面 哎呀搭車越來越便宜了 幹嘛多搭一點 好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這個這個乘車服務盤 增加的狀況 那Airbnb除了Airbnb這個研究裡面 除了你會多去住宿之外 甚至也連帶影響到排擠掉大眾的交通工具 因為省了很多錢 所以他但是對住宿這邊有影響 還對著其他連帶的 就是旅遊的這個人 其他的消費刺激的也沒有其他的消費 那那個單車共享這個部分 其實就跟我們在這個台灣所觀察到的 這個公共腳踏車的狀況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他基本上單車的部分 他在製造出來的碳排 除非也是大量的新設置 可能那個碳排量會整個增加比較快 那Trackless他是在北美比較流行的一個 就是物件交換的平台 然後當然他有後來也變到有賣物品 然後研究的結果當然是減費 不過這個研究本身他並沒有考慮到 那個反省效果 那剛剛講說很多都是經濟掛算 你看很多的研究找出來都是問說 為什麼你猜猜賣人機啊 都為了神經人還有賺錢 他這個下面這個我剛剛講過 透過這些我們所謂的peer的 好 謝謝 peer就是同台之間可以交換的這個平台呢 到底會不會是進行這個互動呢 都有啦 我比較值得一提的是那個第二個 Couch serving 這是那個沙發客 大概是沙發客吧 最研究他發現說早期 他們的那個煤盒的那個攻力沒那麼強的時候 就是這個平台的煤盒力沒那麼強的時候 成員之間是靠友誼 或者是口碑去加入的 可是後期成員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他的那個煤盒的效率提高之後呢 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就是談錢而已 就是比較弱 然後另外一個跟台灣會可能會比較有關係 就是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你的房間空房間可以租出去 那這個租出去是日租行動 一天你可能在台灣大概就是一兩千塊 大概跑不掉或甚至是以上 你會留著租給日租的還是你會日租給月租的 很多人都是選擇他投資在日租 所以這樣子會做什麼 排擠他會排擠掉原先 我本來是租給長期租客的 這樣子會造成什麼效果 租金會上升然後會導致當地的地價會上升 這個也會看到很多的研究 然後Mark的狀況比較多發生在這個食物 比如台灣的那麼多食物銀行的那裡 他會常會跟所謂的租慾連在一起 這裡頭其實就有一些這個社會部分的議題在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有一個Douglas Norris在1981年的他的著作裡面 是提到說制度的 他在研究這個經濟制度的轉變的時候 他就點出三個building blocks 一個是那個關於incentive的theory 然後另外一個是關於政府的角色theory 那incentive就有關於會不會去轉變 哪邊比較會我就往另外一邊跑 或哪邊比較便宜我就往這邊跑 然後政府的角色其實就有關於 他如何去影響那個incentive 那他的第三個theory 第三組的theory是有關於ideology 那這個ideology本身其實就有影響到 在留在這個context裡面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我原來今天擁有我的中心好好的 為什麼會想要把它釋出 為什麼會社會裡面 怎麼樣形成一個所謂的分享氛圍 那在分享經濟裡面另外一個 抱歉我今天沒有辦法touch到的議題 就是說他其實是結合很多平台經濟 平台經濟他其實是形成所謂的跨 我們面對到的大部分都是一個跨國企業 然後很大型的資格然後這個資方呢 又是你沒有辦法你沒有辦法等 比如說你對他有什麼怨言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前面抗議的 然後當然就政府委員他是你很難管得到 對王爺什麼科學等等等其他的責任 我其實還有下一張跟著委員超過的時間 我可以再講嗎 其實用看了看 反彈剛剛有講吧 lock-in lock-in的話基本上呢 其實是如果說我們像到現在的分享經濟 全球的發展模式 到時候都是走大規模 然後跨國式的 那會形成什麼樣的lock-in呢 當消費者都習慣你去到哪裡 一下飛機我就看我的app 這裡有哪一個woofer可以用 哪什麼woofer可以用的時候 大家就會形成不習慣用這樣子的 你就會整個習慣會到這樣子的系統裡面 那這個相對相比於我們的計程車列 它是相對上比較有的制度等等等 在勞工權益上是一個很大的惡體 那就要看整個社會是不是 整個社會的那個share value 是不是會將這個所謂的勞動的模式 推向這樣子的異於現狀的狀況 OK 謝謝 好 谢谢大家